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支持的话 对我们国家的陆军 航空兵的直升机专门来说 是李宗盛 翟基森 创列式 是武装直升机做的特有优势 就是目标特征小 雷达特征小 然后作战的效果好 然后机组之间 飞行和作战 那么它的协调性很有优势的 后三列起落架 它的环境适应性很好 它可以在各种恶劣环境 起立量 主持时它配了大量的装甲 有发纱装置 然后有红外一致器 降低红外目标特征 从生存的角度 从此还有着 作战对象的对抗 它配了空地导弹 配了火电纳 配了空中导弹 印象最强烈的就是它也希望你中国人不要搞自己的技术 然后正好你发动机不给我 我们赶紧自己国产的发动机 那全部就在手里面 就把很多遗憾都解决掉 改进了 所以最后支持的话 还是觉得基本上没什么遗憾 我们的装备 一定要自主 一定不能受制于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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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